司马炯之死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路诸侯王都没想到 司马炯会死于司马懿之手 就连司马懿本人也没想到 能如此顺利杀掉司马炯 因为两者实力悬殊非常大 司马炯死后 司马懿顺利地接管了朝堂 不过司马懿非常明白 目前实力最强 名望最高的人是成都王司马颖 所以他在主持朝堂大事的时候 都会派人前去请示司马颖 以此来放低自己的姿态 这种势力格局 让司马庸非常不高兴 当初李涵为司马庸谋划起兵战略的时候 认为司马懿一定会被司马炯杀死 然后他们借着为司马懿报仇的名义 前去讨伐司马炯 等杀掉司马炯之后 再废掉晋会帝司马中 拥戴司马庸为皇帝 这样一来 李涵也能高居丞相之位 结果因为司马炯不争气 导致李涵这盘大旗全部泡汤 虽然司马懿在决断朝堂大事的时候 都会请示司马颖 但司马颖觉得遥控朝廷不过瘾 他想除掉司马懿这个障碍 但除掉司马懿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 否则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就在此时 李涵和司马懿的属下 皇甫商发生了矛盾 并引发了流血事件 皇甫商本是司马炯的参军 司马炯被杀后 司马懿将其收支麾下 任命他为参军 皇甫商有一个哥哥名叫皇甫重 当时皇甫重担任秦州刺史一职 李涵和皇甫商之间有深仇大恨 当初李涵脱离司马炯阵营 很大的原因就是与皇甫商结怨 如今皇甫商被司马懿收为心腹 他的哥哥皇甫重 必然也会倒向司马懿阵营 李涵向司马庸建议 应该尽快除掉皇甫重 免得日后成为隐患 在政治斗争中 间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获取信息的手段 间谍在古代被称为戏作 谁能把戏作安插到对手的阵营 就能第一时间掌握对手的动态 进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此前司马亮和魏冠 数次密谋诛杀司马尾不成 就是因为消息泄露 最终反被诛杀 此次李涵与司马懿密谋的计划 被戏作获取 皇甫商很快便得知了消息 并第一时间告诉了皇甫重 随后皇甫重将此事禀告朝廷 并集结了军队准备前去讨伐李涵 但司马懿刚杀掉司马炯 尚未在朝堂上站稳脚跟 不想在短时间内再动干戈 于是将李涵调往河南任职 试图平息这场冲突 与此同时 他派使者让皇甫重隐忍负重 不要妄动干戈 但皇甫重没听司马懿的劝告 执意要去讨伐李涵 司马庸认为 皇甫重执意讨伐李涵 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于是打算非皇甫重一个教训 他派金城太守 隆西太守等四郡兵马 前去讨伐皇甫重 与此同时 又让李涵秘密与司马庸在宫中的内应 趁机杀掉司马懿 这个计划本身并无不妥 但司马庸犯了之前同样的错误 在计划实施之前便遭到泄露 司马懿得知司马庸的计划后 火速派人前去杀掉了李涵 李涵作为一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小人物 最终没有登上更大的舞台便殉命 司马庸得知李涵被杀后十分震怒 此时的他不再打算继续隐忍 直接起兵前去讨伐司马懿 司马颖见状打算起兵响应司马庸 共同前去讨伐司马懿 在起兵的同时 他们两人共同上书给皇帝司马中 说司马懿和皇甫商等人把持朝政 残害忠良 请求司马中诛杀司马懿的党羽 然后将司马懿赶回他的封国 此时的司马中是个傀儡皇帝 朝堂大权都被司马懿掌握 司马中不可能下诏诛杀司马懿 司马庸此次上书只是测试大臣们的态度 如果能得到部分朝臣的支持 讨伐司马懿会变得简单一些 司马懿知道司马懿上书的事情后 立马让司马中下诏封他为太位 都督中外诛军士 率兵前去平叛 司马庸见司马懿已经完全掌控朝政 没有和平演变的余地 于是任命张芳为都督 率领七万大军出汗谷官直奔洛阳 与此同时 司马颖任命内使陆基为都督 统领中狼将王翠 中护军石超 冠军将军千秀 率领二十万大军向洛阳进发 千秀 石超 王翠等人都是名门之后 一直效力于司马家族 他们对陆基担任都督一事非常不满 虽然陆基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后人 但此时的东吴已经灭亡 陆基只是个落魄贵族 这样的落魄贵族在当时有很多 陆基突然成为诸将之首 让这些名门世家十分不满 随时准备将他拉下马 陆基的同乡孙慧发现了这个苗头 他建议陆基把都督之位让给王翠 以免引火烧身 但陆基并未听从孙慧的建议 继续率军前行 他想用一场大胜为自己证明 树立在军中的地位 但事情发展并未按照陆基的设想进行 面对两路大军前来争讨 司马懿为了鼓舞三军士气 他让司马忠御驾亲征 公元303年8月 被赶鸭子上架的进会帝 司马忠率兵来到了洛阳城西的十三里桥 司马忠的到来并未起到鼓舞士兵的作用 在随后的战斗中 皇甫商率领的军队被张芳打得大败 司马懿见状不妙 紧急把司马忠转移到洛阳城东 防止司马忠被升擒 不久后 陆基率兵到了洛阳城东 与司马忠的队伍在建春门遭遇 为了增加胜算 司马颖派出大将马贤前去支援陆基 面对前来支援的马贤 司马懿手下大将王胡受命前去阻击 并将马贤打得溃不成军 并成功将马贤斩杀 马贤不但没有帮忙成功 他的死让陆基军队陷入一片混乱 匆忙之中陆基选择了撤军 士兵们听到撤军命令后 慌不择路地选择逃跑 期间发生了踩踏事故 死伤者不计其数 王胡见对方乱了阵脚 果断率兵前去追击 并成功斩杀陆基手下十几名大将 陆基的失败 让那些看不惯他的人 找到了落井下石的借口 这其中就包括宦官孟九 孟九是司马颖的亲信 非常受器重 孟九也凭借司马颖的宠信横行霸道 当初孟九请求司马颖任命 他的父亲为邯郸县令 司马颖的官员们都不敢反对 唯有陆基的弟弟陆云站出来反对 陆云说 邯郸是一个战略要地 应当由德才兼备的人担任 让宦官的父亲前去任职 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孟九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怒 但一时间找不到陆云的把柄 只能作罢 宦官一向小肚鸡肠 手段毒辣 此事过后 孟九一直寻找机会除掉陆云 陆基兄弟俩 孟九有一个弟弟名叫孟超 在军中领兵任职 经常无视军纪 放纵士兵烧杀抢掠 陆基作为军队主帅 抓了孟超几名作案的士兵 准备杀掉严肃军纪 孟超见自己的士兵被抓 直接带人闯入陆基的大营 将作案的士兵抢了回去 孟超此举不但违反了军纪 也是对陆基赤裸裸的挑衅 但陆基却以军心稳定为由 放过了孟超 不予追究 这更加助长了孟超的嚣张气焰 在建春门大战中 孟超由于不听指挥 擅自出战 结果兵败被杀 孟超的死 本是就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但孟九认为 是陆基故意陷害孟超 对陆基更加恨之入骨 此次失利 让司马颖大为恼怒 孟九趁机向司马颖进献谗言 说此次之所以大败 是因为陆基怀有二心 故意和司马懿勾结 才导致大败 司马颖本就觉得 此次失利过于蹊跷 因为他的实力 比司马懿强太多 孟九的话 让他对陆基起了疑心 但此时的司马颖 并未想诛杀陆基 但军中一些 不服气陆基的将领 趁机添油加醋 编造陆基与司马懿密谋的事情 正所谓众口朔金 司马颖见将领们 一致控诉陆基 便派千秀前去逮捕他 司马颖的参军 王章认为 此时需要稳定军心 不能对主帅动手 况且 那些针对陆基的指控 都是捕风捉影 没有实际证据 于是 他劝司马颖应该冷静行事 把事情查清楚 再做决断 此时的司马颖情绪上头 大战失利 让他颜面尽失 急需一个出来背锅的人 根本听不进劝告 执意派人前去捉拿陆基 陆基在千秀到来之前 似乎已经有了预感 他脱掉盔甲 穿上白衣白帽 在军中等候 千秀到来后 陆基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后悔 当初没有听同乡孙慧的话 把军中大权让给他人 此时陆基才意识到 作为一个外来人才 如果没有逆天的才能 很难在别人的利益圈子里 成为主宰 在陆基成为主帅之前 千秀和陆基是好友 如今奉命前来捉拿陆基 千秀丝毫不手软 当场将陆基诛杀 陆基的军事 才能虽然不及他的爷爷陆逊 但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堪称一绝 他书法作品《平复帖真迹》依然存在于世 并被中国评为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陆基的死 一方面是自己造成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跟错了领导 一个好的领导 在属下犯错误的时候 不但不会责罚 还会主动出来为属下背锅 让属下有足够的空间发挥才能 比如 刘邦在任用韩信一事上 给予了极大的信任 对于质疑韩信的人 刘邦一律军法伺候 这才使得韩信为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 刘邦的做法也为他吸引了更多的人才 反观司马颖 他没有察人之能 更没有辨别谗言是非的能力 这才直接导致了陆基的悲剧 陆基死后 他的弟弟陆云、陆丹 以及部将孙整等人悉数被抓 司马颖的幕僚 知道陆基被杀的真正原因 眼见司马颖要将陆基家族全部杀害 他们劝告司马颖不要一错再错 在找到陆基谋反证据之前 不要滥杀无辜 否则会折损身旺 此时的司马颖已经平复了情绪 对诛杀陆基一事也略有后悔 打算饶恕陆云等人 孟九见司马颖心软 便急忙催促手下人杀掉陆云等人 与此同时 孟九派人到狱中对孙整严刑拷打 孙整被打得劈开肉绽 骨头都露了出来 但依然不肯诬陆基 孟九没想到 孙整意志如此坚定 便让狱卒伪造了一份供词 强行让孙整画鸭 随后 孟九拿着伪造的供词去找司马颖 此时的司马颖还在为误杀陆基感到后悔 看完孙整的供词后 又觉得陆基杀对了 随后 又命人灭了孙整三族 此后 陆陆续续有人为陆基喊冤 结果都被孟九诛杀 当初 司马懿带着晋惠帝司马中 离开洛阳御驾亲征时 司马永手下大将张芳 趁机进入了洛阳 并在城中大肆烧杀抢掠 如今 司马懿大军凯旋返回洛阳 在城中为非作歹的张芳 自知不是对手 便火速撤离了洛阳 司马懿率军前去追击 并成功斩杀张芳五千多人 司马懿不想让军队离洛阳太远 便放弃了对张芳赶尽杀绝 得以幸存的张芳 并未返回司马颖的大营 而是在洛阳城西 安营扎寨 静观其变 司马懿在主政之前 和司马颖的关系不错 此次兵戎相见 并不是司马懿主动挑起的 此番虽然打了胜仗 但司马懿并不想与司马颖为敌 为了缓解两人之间的矛盾 大臣们提议将国家一分为二 两人各占一方 对此司马懿表示同意 但司马颖并不感兴趣 为此 司马懿专门写了一份和解信 请求与司马颖化干戈为玉帛 司马颖在回信中表示 只要司马懿杀掉黄辅商 就考虑罢兵回叶城 黄辅商是司马懿的左膀右臂 如果杀掉司马懿 整体力量会被削弱 届时 司马颖趁机前来讨伐 司马懿会处于劣势地位 司马颖提出的条件 让司马懿很难接受 既然双方没谈拢 就得继续打下去 为了鼓舞士气 此次司马颖亲自率军攻打洛阳 打算倾尽全力攻陷洛阳 一雪前耻 驻扎在城外的张芳 见司马颖集结大军前来攻打洛阳 也准备响应启示 在起兵之前 他派人切断了骨水流入洛阳城内的通道 一时间 洛阳城内出现了水荒 不但生活用水短缺 就连倒米用的水车也无法运转 为了维持前线粮草供应 朝廷发动城中百姓用手捣鼓 城内13岁以上的健康男丁 全部冲军入伍 大臣们的儿子也不例外 对司马懿来讲 这是一场生死战 如果洛阳被攻破 等待他的下场只有死亡 面对重重困境 在司马懿府中 担任主部的阻替献出遗迹 他说 雍州刺史刘沈的兵力 足以和司马庸相抗衡 只要命令刘沈攻打司马庸 张芳一定会回撤救援 届时只需要专心对付司马颖一人即可 司马懿认为祖替说的有道理 便派人手持皇帝诏令 前去调动刘沈 刘沈接到诏令后 组织了一万兵力直奔长安 在调动刘沈的同时 司马懿还派皇府商 拿着皇帝的亲笔密诏 前去游说金城太守 停止攻打皇府中 皇府商得令后 伪装成普通百姓出城 结果行之半路 在驿馆休息的时候 被他的外甥撞见 皇府商的外甥 一直和他有仇 于是将消息告诉了司马庸 司马庸当即派人前去抓捕 并成功将其抓捕 最后当着众人的面斩首 皇府商的死 让司马懿非常难过 不过战局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朝廷军队凭借洛兼固的城池 成功抵挡住了张芳和司马颖的大军 并斩杀对方六万多人 张芳伤亡十分惨重 加之雍州刺史 率兵往长安进发 司马庸派人前来颁救兵 张芳见洛阳久攻不下 便萌生了撤军的念头 可就在此时 洛阳城内出现了变故 此次为了守城 洛阳王公贵族拼尽了权力 他们自认为不是张芳的对手 久而久之 城池早晚会被攻破 为了避免城破之后 遭到对手的报复 他们打算杀掉司马懿 然后向张芳投降 经过商定 他们推举东海王司马岳为行动领袖 随后 司马岳派人趁司马懿不备将其逮捕 司马岳上书司马忠请求诛杀司马懿 但司马忠没舍得杀他 因为司马懿掌控朝政期间 一直对司马忠毕恭毕敬 丝毫没有不尊敬的行为 这让司马忠打心眼里喜欢司马懿 最后迫于无奈 司马忠将司马懿软禁在金庸城 随后 司马岳带领城中百官打开城门向张芳投降 打开城门后 眼前的一幕让司马岳大吃一惊 因为张芳的军队也已经精疲力尽 整体状态比朝廷军队还要差 根本坚持不了几日 文武百官见状有些后悔 有些人想去金庸城解救司马懿 继续和张芳作战 但司马岳阻止了他们 因为他担心迎回司马懿后 自己会遭到清算 于是继续选择向张芳投降 公元304年正月28 张芳派人到金庸城带走了司马懿 张芳是一个手段极其毒辣的人 他将司马懿带到军营 然后放到火堆上活活烤死 在司马懿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中 张芳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司马懿死时年仅28岁 他也是八王之乱中第五位被杀的王 司马懿死后 他以前的部将碍于张芳的淫威 不敢前来为其料理后事 最终一个名叫刘又仁 冒死前来收拾司马懿的遗物 张芳觉得刘又是个有情义的人 反倒放了他一马 洛阳城破后 司马颖率领大军进入城内转了一圈 宣布对朝堂的控制权 然后让奋武将军石超 率军五万驻守洛阳 把朝中与之有过节的官员全部杀掉 并将宫廷禁卫军换成了自己人 司马颖担心后方生变 很快便返回叶城 他让朝中大臣到叶城汇报工作 后来 晋汇帝司马中任命司马颖为丞相 开门投降的司马越被任命为上书令 就在司马颖进入洛阳时 和奸王司马庸还在与雍州刺史刘沈缠斗 刘沈率领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强 一路打到了长安城下 张芳见长安危机 急忙率领大军回撤 刘沈想趁士气正盛之际 对长安发起总攻 但因为部将之间配合出现失误 刘沈兵败 失手被擒 刘沈曾给司马庸做过军师 司马庸为了解心头之恨 直接将刘沈腰斩 公元304年2月 司马颖尚书让司马中罢处皇后和太子 此举是打算废掉司马中 为篡位做准备 此时的司马庸 自知实力不及司马颖 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 尚书请求司马中立司马颖为皇太帝 就这样 司马颖正式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司马颖达到目的后 也对司马庸投桃报理 尚书任命他为大都督 兼任雍州墓 成为皇太帝之后 司马颖出行的时候 采用天子的礼仪标准 并把朝中大臣悉数召到叶城 在丞相府办公 对此 大臣们深感失望 此时的司马颖 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皇帝 在宦官梦九的阿谀奉承下 司马颖更加得意忘形 悬然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纵观前几位控制朝堂的诸侯王 都是在春风得意之时跌落神坛 就在司马颖以为完全把控朝堂的时候 东海王司马岳 大将军陈枕和司马懿的旧部 已经在密谋讨伐司马颖 公元304年7月1日 司马岳等人认为时机已到 便举起了讨伐司马颖的大旗 陈枕率先带人攻入皇宫 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召集群臣 当众宣读讨伐司马颖的习文 驻守皇城的石超还处在醉生梦死中 对这场政变丝毫没有察觉 眼见大势已去 他连夜跑回了叶城向司马颖报信 7月3日 在司马岳等人的上书下 司马中重新迎回了被废掉的皇后和太子 并任命司马岳为大都督 在司马岳的陪同下 司马中决定御驾亲征 随着讨伐司马颖的习文传遍天下 前来秦王的队伍越来越多 当大军行至安阳时 讨伐大军已经多达十几万 消息传到叶城后 司马颖十分慌乱 由于他长期听信宦官梦久的谗言 导致身边的人对他离心离德 面对前来讨伐的大军 一时之间不知该派谁前去迎敌 为了自保 司马颖想弃城逃跑 东安王司马游建议司马颖放下武器 身穿丧服出城跪拜谢罪 或许能保留性命 司马颖觉得这样做太憋屈 决定孤注一掷前去迎战 派出石超率领五万将士前去迎敌 陈诊的两个弟弟此时正在叶城任职 他们见情况不妙 于是逃离了叶城 投奔到司马越帐下 司马越通过两人了解到 叶城已经人心涣散 便放松了警惕 就在此时 石超率领军队突然杀过来 打了司马越一个措手不及 在混战的过程中 御驾亲征的司马中被射中面部 好在不是致命伤 没有伤及性命 司马中在逃跑的过程中 被石超擒获 在禁惠帝面前 石超不敢怠慢 将其封为座上宾 得知石超得胜的消息后 司马颖派卢志将禁惠帝迎接到叶城 携天子以令诸侯 随后 司马颖以天子名义 下诏大赦天下 并杀掉了当初主张投降的司马尤等人 战败后的司马越逃到了下批 但都督徐州的司马毛不想引火烧身 婉拒了司马越的驻兵请求 随后 司马越便回到了自己的封国东海 得知禁惠帝被困于叶城的消息后 身在洛阳的官员仍未打算放弃 他们尊太子司马秦为正统 继续坚守洛阳 此轮战乱结束后 司马颖 司马越等人都无力继续折腾 天下暂时回归平静 但这种平静都是暂时的 新一轮争斗正在酝酿当中 八王之乱之所以遭受如此多的诟病 是因为有人将遗族引入这场内斗 最终导致中原民族遭受炼狱之灾 而将遗族引入内斗的人名叫王迅 王迅是王沈的私生子 王沈是司马昭时期的亲信 王迅由于是私生子身份 非常不受王沈重视 但王沈没有嫡子 他去世后便让王迅继承了他爵位 自此之后 王迅走上了仕途 一路成为封疆大利 诸堵幽州诸军士 手里掌握一支精兵 在皇室大乱斗的时代 王迅为了找人撑腰 将自己的两个女儿 分别嫁给了鲜卑断头部的首领 和乌环部落的一个首领 有了遗族的支持 王迅信心大增 当初司马炯 司马颖和司马庸 共同讨伐司马伦时 曾邀请王迅一同前往讨伐 但王迅选择了做官龙虎斗 此事让司马颖怀恨在心 司马颖掌权后 便着手除掉王迅 他任命自己的亲信 和掩为幽州刺史 让和掩联和乌环 蝉鱼共同干掉王迅 公元304年7月 和掩邀请王迅 一同外出打猎 在外出的路上 安排乌环蝉鱼 沈登在半路埋伏 试图一举将王迅诛杀 但在王迅 行之埋伏路段的时候 突然天降暴雨 导致整个埋伏计划失败 乌环蝉鱼沈登 是一个很迷信的人 他认为 王迅得到了上天帮助 命不该绝 事后将和掩谋杀 他的计划和盘托出 并与王迅结成了联盟 王迅得知此事后 联合司马岳的弟弟 司马腾前去讨伐和掩 并将其诛杀 司马颖眼见和掩 诛杀王迅的计划失败 便以皇帝的名义 照他入朝任职 但王迅一眼识破了 司马颖的计谋 当即召集两个遗族女婿 联合司马腾前去讨伐司马颖 王迅的联军 由汉人 鲜卑人 乌环人组成 这些游牧民族战斗力极强 司马颖派出的石超 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 没过多久 王迅联军就打到了叶城城下 驻守叶城的将士 听闻王迅联军的威力后 纷纷落荒而逃 司马颖见状不妙 带领仅剩的几十个骑兵 保护进会地逃往洛阳 留下一座偌大的叶城 无人把守 王迅联军进入到叶城后 军中的遗族将士 发了疯一样 在城内烧杀抢掠 到处奸淫妇女 叶城百姓几乎被屠戮殆尽 攻破叶城后不久 王迅又率领大军返回继城 军中的遗族士兵 为了方便淫乱 把在城中掳掠的妇女 带在身边 王迅得知此事后 为了严肃军纪 下令私自藏匿妇女者 一律军阀处置 遗族士兵不想放这些妇女回去 但又不能违背军令 最后居然将他们全部逆死 中原士兵被眼前凄惨的一幕 深深震撼 但这只是后来 遗族祸害中原百姓的冰山一角 在八王之乱期间 朝廷军队无暇顾及地方 一些偏远地区的政权 便开始谋求自立 这便是五湖十六国诞生的过程 五湖十六国的形成 和八王之乱发生的时间重叠 人物关系也交织在一起 为了还原这段历史的整体性 需要叙述一下 五湖十六国形成的过程 在八王之乱期间 义州牧里雄早有自立之心 此前涉于朝廷的实力 不敢轻举妄动 如今眼见天下分崩离析 朝廷自顾不暇 根本无力管辖偏远地带 便萌生了割据自立的想法 在古代 自立为王不仅需要军事实力 还需要民意基础 否则政权就不会牢固 在封建时代 要想获得威望 要么具备官方背景 要么是民间信仰领袖 当时成都一带的民众 都信奉道教 确切来讲是五斗米道 东汉末年 黄金军领袖张角 创立了太平道 太平道信众分布十分广泛 后来黄金军被剿灭 张角被杀 太平道的骨干成员 以及信众 大部分都融入了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的领袖 被称为天师 大家熟知的 地动仪发明者张衡 就是五斗米道的第二代天师 范长生是五斗米道的信徒 由于他博学多彩 而且注重信义 深得信徒们拥戴 后来 被拥为成都一带的 天师道的领袖 并在著名的青城山传道 李雄是五斗米道的信徒 基于范长生 在成都一带的威望 李雄想拥立他为成都王 但范长生非但没有接受 转而支持李雄称王 为了支持李雄 范长生告诉他的信徒 说李雄是天命所归 在范长生等人的支持下 李雄决定自立为王 公元304年10月 李雄自封为成都王 正式宣布脱离晋朝 成为独立的政权 两年之后 李雄正式称帝 改国号为成 此后又改国号为汉 后世也将李雄建立的这个政权 称之为成汉 成汉也是五湖十六国当中的第一个国家 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二个国家是汉兆 汉兆的建立者名叫刘渊 刘渊虽然遵循汉性 实际上是一个匈奴人 当年 汉高祖刘邦派出一位 刘氏宗亲的女儿 到匈奴和亲 将她嫁给了墨读禅瑜 此后 墨读禅瑜的子孙 都以刘氏为姓 刘渊便是墨读禅瑜的子孙 刘渊生得非常魁梧 自小喜欢学习 可谓是文武双全 公元264年 刘渊作为匈奴部落的人质 被送到洛阳 在此期间 刘渊得到了司马延的赏识 当初平定西北叛乱的时候 司马延曾考虑让刘渊前往 但大臣们觉得 刘渊骨子里不是汉族人 非我族类齐心避意 不但不能对他唯以重任 还应该趁机将其杀掉 但由于种种原因 司马延最终没有杀刘渊 公元279年 刘渊的父亲去世 司马延准许刘渊回去接替 匈奴左部的帅位 后来刘渊部下出现了叛乱 刘渊受到牵连被免职 好在驻守叶城的司马影 为其求情 并将其收留在叶城任职 在王迅和司马腾 攻打司马影期间 刘渊受司马影所托 到匈奴搬救兵 刘渊不负所望 仅用了20天 就召集了5万大军 就在刘渊准备前往叶城救援时 半路上得到了司马影 弃城而逃的消息 公元304年12月 刘渊趁天下大乱自立为王 他效仿汉高祖 自称汉王 改国号为汉 为了显示自身政权的正统性 他遵刘善的蜀汉为正统 后来刘渊的后人将国号改为赵 后世将这个政权称为汉赵 汉赵是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一个在中原建立国家的 少数民族政权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八王之乱 在司马影被王逊联军围攻期间 司马庸曾派张芳率领 两万人前去支援 结果还没到叶城 就听闻司马影弃城逃跑 带着晋汇帝正逃往洛阳 司马庸得知消息后 命令张芳先去占领洛阳 张芳领命后火速赶往洛阳 并顺利控制了局势 再次等候 晋汇帝和司马影到来 晋汇帝和司马影经过长途跋涉 一路风餐露宿 最终到了洛阳 张芳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重 亲率一万多人在洛阳城外迎接 晋汇帝作为一个 被来回摆弄的傀儡皇帝 他已经懒得配合这种无聊的游戏 当张芳要下马叩拜时 晋汇帝直接下车制止 在军阀割据的年代 实力是唯一的通行证 张芳自示手中有两万精兵 便顺理成章地接管了朝堂 并拒绝司马影参与朝政 此时的司马影是光杆司令一根 能保全性命就已经谢天谢地 根本不失望左右朝堂大事 此前张芳攻入洛阳时 曾让部下将士对洛阳扫荡过一次 如今张芳为了缓解将士们的思乡之情 再次默许将士们在城内烧杀抢掠 张芳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稳定军心 没想到弄巧成拙 士兵们搜刮完财物后 非常急切地想回到家乡和家里人分享 因此军中不断传出撤军的声音 张芳害怕继续这样下去会引起滑变 便打算把晋慧帝挟持到长安 在那里继续控制朝政 当张芳把搬迁仪式告知晋慧帝时 他深感命运多舛 并在宫中藏了起来 后来张芳直接采取强硬的方式 将晋慧帝驾上车 并命士兵把皇宫中的嫔妃宫女一起带走 这些士兵到了皇宫 趁机玷污了宫女 还把皇宫搬得干干净净净 行为和土匪没有区别 临行前 张芳见偌大的皇宫无人居住 想一把火烧了洛阳 关键时刻 司马颖的谋臣卢智出来阻止 他告诉张芳 当初董卓一把火烧了洛阳 被唾骂了上百年 如果他也烧掉洛阳 也会遭受后世唾骂 张芳听后虽然心有不甘 但为了自身名声也只好作罢 一切准备就绪后 张芳带着晋慧帝 司马颖 以及司马延的第十七子司马赤 直奔长安 当队伍到达坝上时 司马庸率领仪仗队前去迎接 并亲自驾车 把晋慧帝迎接入城 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重 司马庸把自己的府邸 改成皇宫 让皇帝居住 公元304年12月 晋慧帝在司马庸的指示下 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帝身份 然后策立司马赤为皇位继承人 此时的晋朝已经是满目疮痍 司马庸让晋慧帝下诏免去 各州的科捐杂税 让百姓们专注于农业生产 等国家回到正轨后 再将晋慧帝送到洛阳 司马庸不想继续扩大战火 为了缓和各个阵营的矛盾 虽让晋慧帝下诏任命 司马越为太父 与司马庸共同辅政 但司马越拒绝接受太父的任命 这也意味着这场纷争仍未接受 生在乱世 大多数没有背景的人 只能沦为炮灰 但也有人能一步步成为英雄 时乐就是后者 公元304年 是诸侯王们大乱斗的一年 也是时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 时乐是杰族人 他的祖父、父亲 都曾在部落担任过小头目 但算不上是官宦世家 时乐的少年时期 几乎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 公元302年 兵州一带发生了灾荒 灾荒带来了动乱 时乐在这次动乱中 与族人失去了联系 在那个年代 胡人经常被抓卖去做苦力 时任兵州刺史的司马腾 为了赚取军费 遂抓胡人贩卖赚取军费 时乐就在被抓之列 后来 时乐被卖给持平人施欢为奴 施欢发现时乐长的魁梧健壮 感觉他并非持中之物 便恢复了他的自由身 并举荐他到附近的马场做工 时乐因为有向马的本领 很快便得到马场首领 吉桑的认可 很快两人变成了好友 公元304年12月 司马颖被废除皇太帝封号之后 很多人为其名不平 司马颖的旧部公师藩 在河北起兵 他要为司马颖讨回公道 时乐和吉桑带领着牧鸣 以及数百匹战马前去投奔 就是在此时 吉桑给他起了一个汉人名字 名叫时乐 由于吉桑带去了牧鸣和战马 因此得到公师藩重用 时乐被任命为前队都 跟随他前去东征西讨 自此之后 时乐便开启了军旅生涯 迈出了成就霸业的重要一步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晋国朝堂 张芳挟持晋惠帝到长安的举动 引起了广泛讨论 其中反对者居多 司马颖拒绝接受太父称号之后 准备利用天下人 对张芳的愤怒起兵前去征讨 公元305年7月 他以秦王的名义发布席文 号召天下诸侯联合起来 把晋惠帝重新接回洛阳 他的号召得到了很多的响应 眼见响应秦王的军队越来越多 此时需要选出一位领袖 否则大家各自为战 仍是一盘散沙 手握重兵的王迅和泛阳王司马骁 提议让司马岳担任 秦王军队的盟主 对此大家都表示同意 司马岳见时机成熟 便亲率三万军队向长安进发 就在各路军队积极响应秦王时 司马岳犯了一个错误 他经常以皇帝的名义任命各路人马 比如任命刘乔为冀州刺史 对此刘乔表示不满 刘乔觉得司马岳只是盟军盟主 大家都是平起平坐 他没有资格打着皇帝的名义到处下诏 因此脱离了盟军 与此同时 东平王司马矛也积极响应刘乔 扔掉了之前司马岳对他的任命 转而与刘乔兵合一处 共同对付联军 身在长安的司马庸 时刻关注着局势变化 他见司马颖的旧部宫师藩势头正盛 他害怕司马颖的旧部 借机联合起来举起反旗 便上奏晋惠帝请求任命 司马颖为镇东大将军 都河北诸军士 并配给他一千士兵 让他前去镇守夜城 与此同时 司马雍还让晋惠帝下诏 命司马岳等人不要前来秦王 尽快返回自己的封国 对此 司马岳等人选择拒绝 继续往长安进发 为了阻止司马岳继续前进 司马雍开始拉拢刘乔等人 并派人与刘乔联手 共同讨伐秦王联军 此时身为镇南大将军的刘红 奉劝司马雍不要与司马岳开战 应该握手言和 继续让国家修生养息 但司马雍认为 必须除掉司马岳 才能让国家稳定下来 他觉得以手中的兵力 加上刘乔等人的配合 能够将司马岳消灭 因此坚持开战 刘红是一个威望很高的人 他知道司马雍的主力部队是张芳 而张芳生性残忍 不得人心 迟早会失败 为了长远打算 刘红打算押住司马岳 于是脱离了司马雍阵营 转而与司马岳联手共同起势 有了刘红的帮助 司马岳联军一改之前不利的局面 连战连胜 相继打败了刘乔、司马矛 司马岳一路平推到杨武县 距离长安越来越近 占据有利局面后 司马岳派人前去与司马雍和谈 表示愿意将国家一分为二 双方共治天下 司马雍见司马岳已经势不可挡 打算接受对方的提议 共治天下 但张芳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张芳自知罪孽深重 双方一旦进入到和谈阶段 司马岳肯定不会放过他 如果张芳不死 很难稳定民心 想到此处 张芳立劝司马雍不要和谈 张芳表示 现在挟持着进会帝 就是最大的筹码 应当全力以赴 干掉司马岳独霸天下 没必要和他化解而至 听完张芳的话后 司马雍又开始犹豫起来 实际上 司马雍内心是想和解的 但张芳的实力越来越强 如果不考虑他的利益 贸然与司马岳和解 势必会引起他的反扑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旦张芳造反 就会使得司马雍父被受敌 此时司马雍的部下 大多都同意化解而至 因为大家都厌倦了战争 想过上和平的生活 加之张芳平时为人 嚣张跋扈 把周围的人不放在眼里 得罪了很多人 司马雍的部下 察觉到他的难处后 开始为其出谋划策 考虑如何除掉张芳 公元306年正月 司马雍召见张芳前来商讨大事 张芳派自己的亲信 智府前去参会 司马雍见到智府后 对其威逼利诱 让他趁机杀掉张芳 智府几经权衡 最终答应除掉张芳 智府回去后 将司马雍写的亲笔信 交给了张芳 由于智府是张芳的心腹亲信 张芳对他完全不设防 允许他带刀进入营帐 就在张芳打开信件 伸长脖子准备阅读时 智府拔刀将其手机砍了下来 虽说在乱世没办法独善其身 但张芳的行为 可以用恶贯满营来形容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如此痛快地结束生命 也算是便宜他了 智府杀掉张芳后 当众宣读了司马雍的诏书 表示张芳是因为谋反被杀 叫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营中将士见张芳已死 又有司马雍的诏书 便没人敢为难智府 随后 司马雍将张芳的手机 送到了司马月面前 后者见张芳已死 卸了司马雍一个左膀右臂 内心大喜 直接拒绝了和谈 司马雍见自己被耍 怒火中烧 他不敢找司马月报仇 而是将气撒在了智府身上 命人将其斩首示众 司马月得到张芳的手机后 命人将其在司马雍的手机面前炫耀 对方一看张芳已死 瞬间乱了方寸 张芳虽然恶贯满盈 但实力也是最强的 大家见张芳已死 料定司马雍必败无疑 慌乱之下 有的弃城而逃 有的则缴械投降 司马月见形势大好 对长安发起了总攻 最终成功破掉了长安城 秦王军队进入到长安后 来不及迎接近会地 而是进行了一番烧杀抢掠 杀死了两万多人才收手 司马雍在城破之前 带着心腹亲信跑到了山中躲避 进会地则被拉上牛车 送到了洛阳 秦王军队离开后 司马雍的部将 马瞻又杀回了长安 杀死了留在长安的守将 并派人在山中找到了司马雍 把他接回了长安 司马雍刚回长安不久 他的属下见他大势已去 密谋杀死了马瞻 并主动投奔了司马月 此时整个关中地区 除了长安城之外 尽数归于司马雍之手 司马雍则孤零零地守在长安 等待命运的审判 公元306年8月 进会地任命司马雍为太父 司马肖为司空 驻守叶城 王迅为票旗大将军 此时 中原大部分地区都被司马雍掌控 司马颖见大势已去 带着几百人惶惶 如丧家之犬到处躲避 在逃亡的途中 司马颖被抓 并被送到了叶城交给司马霄处理 司马霄不忍心杀害他 暂时将他关押起来 但不巧的是 当年10月 司马霄突然暴毙身亡 死因不明 驻守叶城的刘渝决定密不发丧 因为司马颖在叶城有很高的身亡 刘渝担心司马霄的死讯传出后 会引起司马颖支持者的反扑 于是 命人假传皇帝赵令 将司马颖赐死 就这样 年仅28岁的司马颖结束了生命 他也成为八王之乱中被杀的第六个王 公元306年11月某个深夜 晋惠帝司马中像往常一样起来吃宵夜 当他吃完一个饼之后 出现了中毒症状 第二天便暴毙身亡 十年48岁 关于晋惠帝的死因众说纷纭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 幕后主使大概率是司马越 晋惠帝在位18年 在这期间先是受贾南风摆弄 后来又经历了八王之乱 做了一辈子傀儡皇帝 或许暴毙而亡对他来讲 也是一种解脱 司马中去世后 23岁的司马赤继位 视为晋怀帝 此时的朝政被司马越牢牢掌控 随着各路诸侯王被杀 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他的权力 就在司马越洋洋得意之时 突然想起司马庸上在人世 于是他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他进京辅政 司马庸之前被司马越骗过一次 但是他不长记性 他以为司马越不计前嫌想和他携手共事 于是欣然奔赴京城 结果行之半路 被司马越弟弟司马摩派人活活掐死 至此 八王之乱的第七个王被杀 随着司马庸被杀 天下大权尽归司马越之手 这场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终于结束 这是华夏历史上最恶劣的一次皇室内斗 八王之乱不仅让华夏大帝战火纷飞 百姓流连失所 也让遗族趁势而起 大规模往中原地带内迁 并在中原建立起了政权 以往的宫廷斗争结束后 国家会归于平静 此次宫廷斗争结束 则打开了潘多拉摩河 随着少数民族的介入 加速了西晋王朝灭亡的步伐 同时也将华夏大帝带入另外一场灾难 在下 medi练呢 再 ش含的一条灾难 给他翻评了